长痘痘主要是人体内湿气排中引起的,需要排出人体内的湿气和寒气,并且要加快皮肤的代谢功能。 多吃冬瓜可以起到排毒的作用,并且能加快皮肤的新陈代谢,可以起到服水的作用。 冬瓜具有力湿的功效,并且能起到增强免疫力的作用,可以有效改善长痘的情况。 脸上长痘多吃三种食物,长痘痘原来是因为食气太重了,长痘有两大根本原因,一是体内垃圾的产生,二是垃圾的排泄不畅。 很多人认为,常吃生活和热性食物是运发痘痘的原因,但总有那么一群人。 三残规律也是清淡,却总是被痘痘纠缠,可见生活食物只是有发痘痘的一个体外因素, 而体内环境还是长痘痘的决定因素。 为什么会长痘痘? 从中医角度看,长痘痘是因为身体流性变大,流的粘性抵制了火气的排泄,从而导致体内热气堆积,从而有发痘痘。 而流性大,则是我们所说的湿气重,吃湿除痘多吃三样食物。 既然湿气虫又发了痘痘,要吃湿除痘痘就是趋势。 至于如何去湿,方法很简单,通过合理饮食,多吃去湿除热的食物即可。 绿豆 绿豆是最常用的清热,解毒食品,还有酱汁,饱感的作用。 试试热体制者的天然良药,推荐食物。 绿豆一米汤 原料 绿豆 一米 做法 一人挤绿豆起劲后,用清水浸泡隔间。 二人将三杯水放入锅内,用大火煮。 最后,盖用小火煮半小时,再放入绿豆煮至熟辣。 三 可根据个人口味,加入冰糖盐条类即可。 味道 味干 清甜 注意,煮绿豆一米汤时,最好不要煮到绿豆皮或豆烂汤灼,这样清热效果会打折后,且不宜加太多的糖,因为甘甜之品亦助成湿热。 不要吃冰蒸的,以免上肠胃注视,而且绿豆一米汤性微好。 扁豆 扁豆具有健脾枪鼠鼠化石等功效,适用于鼠式突现,皮肤呕吐,吃少变糖,细性水肿,吃白带下等病整。 推荐食谱,鸭肉剑式饼豆汤。 原料 老母鸭一只,约1500克。 白扁豆90克,切食60克。 黄酒2匙 植物油 做法 一 将老母鸭铺净 炸成小剑 其油锅煽炒三分钟 加入黄酒 用清水浸墨 二五火煮在 放人精烟适量 盖文火煮两小时时 加入白扁豆与剑食 再煮一小时便可 鸩汤 吃鸭肉 扁豆 剑食 每日一料 功效 资因补虚 一身驱失 适用于盛音虚 正见到汗 一经 口干烟造 潮涉 蛇至嫩红 少海 麦细熟 冬瓜 冬瓜有绿水消弹 清热解毒的功效 食热体质者 若有神种 账满 太多 树质白闷 消渴 吃鸩 节中的均可食用 并可节酒 推荐食谱 冬瓜吃食粥 原谅 冬瓜 盖脸盆 灯心花 脸豆 吃小豆 一米 现实 做法 一 冬瓜脸皮 去拿 切成大块 二盖脸盆 灯心花 云豆 吃小豆 一米 切食的用精水洗净 三 水开后 将各材料同放入包内包着棉花即可 其次 此周最能吃热解暑 喝天可咸可淡 也可放凉来吃 咸食当醋水来饮 脸上长豆 多吃三种食物 脸上长豆豆的原因比较复杂 脸上长豆豆 有可能是体内湿气过中引起的 也可能是经常上火造成的 长喝绿豆汤可以起到缓解痘痘的作用 并且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能够排出人体内的有害物质 冬瓜可以起到清热解毒的作用 并且冬瓜还是有补水的作用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